这一天终于到了 你孩子问了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如何成为有钱人 准备好答案了吗 《穷爸爸父爸爸》这本书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 这么多年过去 它依然是亚马逊上的畅销书 其实我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就看过了 虽然也像很多人分享的一样 读完很受启发 但是时隔这么多年后再读一遍 发现还可以有更深的理解 书里面的内容真的可以用来很全面的回答 刚才那个简单的问题 成为有钱人需要从这四点入手 第一,明确自我认知 第二,掌握基本概念 第三,有效的实践操作 还有最后一个,环境的选择 这本书一开始 罗伯特清奇就引用了艾伦·格林斯潘的一句名言 他说 当今时代经济中的头号问题 是缺乏金融知识 清奇解释说 不要把金融知识理解成学校里的书本教育 而是要在生活中学习 要善于运用专业的语言去实际操作 但是在掌握金融知识之前呢 罗伯特清奇先强调说 人要先对自我有清醒的认知 第一个是要问你自己最擅长的学习方法是什么 你是擅长语言和文字呢 还是对数字特别敏感 你空间想象能力好吗 你是否喜欢和人打交道 还是更愿意独处 你是不是会长远的看问题 当你对自己有一个评估以后 你可以尽量用你擅长的方法去学习金融知识 同时要小心你不擅长的方法 可能会造成你读碍 比如说 我对数字就不如对视觉上的信息有兴趣 那我这类人呢 有可能就需要借助一些视觉图形的工具 来辅助我去观察我的消费情况 这样呢提高我对金钱使用的意识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相信什么 你相信你是不是可以成为有钱人 这里面让我想到了 Elon Musk和他前妻的故事 老马和他前妻刚结婚的时候呢 问他前妻 说你想要几个孩子啊 他前妻说 嗯 我有可能想要一个或两个 如果有钱请保姆的话呢 我可以考虑多个 那然后Elon Musk就说 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 我一直认为保姆是一定会有的 话说回来呢 你相信你是有钱人吗 无论你是否现在有钱 至少请帮助你的孩子建立和金钱良好的关系 让他相信他可以成为有钱人 第三个问题 只指赚钱的目的是什么 有的人想的是 可以提早退休 游山玩水 高档消费 人钱显赫 这本书强调的是 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 小孩子呢 要从小教育 他赚钱的其中一部分 是要回馈社会的 比如说 可以捐给慈善机构 或者教会 或者一些个社会组织 其实从身边的小事 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 比如说 在美国餐馆吃饭 都需要给服务员小费 很多人刚来美国呢 是不适应这个文化的 小费给的就非常小气 实际上 这些个服务人员 他们主要的收入是顾客的小费 所以 我们去吃饭 其实应该大方给小费的 因为他们付出了劳动 那一旦有了这些基本的认知呢 我们就要学会一些基本概念了 这里面呢 最重要的叫区别资产和负债 比方说 很多时候中国人说 现在住的房子 是我最大的资产 但是资产真正的意思是说 你在不需要工作的时候 也可以帮你带来收入 那自住房 当你在住的时候 是需要你缴税 给保险 付水电费之类的花销 那它就是负债 它不是资产 财商高的人呢 不会在没有金钱积累的情况下 就花很多钱去买非常贵的房去住 早早的就把自己套牢了 应该是很早用钱去进行投资 让它成为你的资产 就让平时的基本工资的收入和资产 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信统 让钱自己可以流动起来 即使你不工作 最后也能变成一个长期的 持续的正线进流 基本知识有了 如何进行实际操作呢 作者强调的是 一定要在生活中学习 我很多年前没有孩子的时候 看这部分 其实感触是不深的 现在反倒觉得 是非常有启发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父母很少 会给孩子直接看账本之类的 但是呢 这本书的作者就鼓励父母 多让孩子去参与家庭支出的决定 其实这个也让我想起 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有一次我们家买沙发 我和孩子的爸爸呢 是在两个很相似的沙发之间的犹豫 我们倾向买那个更贵的那一个 但是我们家的孩子呢 就给我们分析了一下 沙发在我们家的利用率 然后成功的说服我们 去买价格低一点的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 告诉孩子挣钱的核心 是要给别人提供价值的 其实这对自己也是一个警醒 就是说我们平时要多观察 如何通过自身的特长和喜好 提供价值给周围人和社区 这里面因为各地方的法律和政策不一样呢 大家可以在本地寻找和参考一下 相关的信息 第三条就是要精确的记录收支 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要精确到每一分钱 一方面是因为你如果不关注每一分钱 积少成多就会变成更大的浪费 另一方面呢 其实是要培养人的一个好习惯 不要在小的地方放纵自己 这个就跟减肥一样 你在小的地方这吃吃那吃吃 那积累的这些热量就变成身体的脂肪 那么前三个呢 我们讲了都是个人的意识 知识的积累 还有习惯的养成 最后一部分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有关环境的选择 同样我总结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 你平时和什么人花时间最多 书里面呢 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让作者把六个人的名字写下来 然后思考 你和这些人的交流方式 是否对你的未来有正面影响 你也许有听说过 如果把你平时交往最多的五个人的平均收入 算出来的话 可能会比较好的反映你的收入情况 然后他们的未来呢 也许也能够预示你的未来 所以无论你自己 还是你的孩子 择友都很重要 那如果你说身边就是没有 你想要达到状态的那些人 怎么办呢 现在网络多发达呀 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在网上找 你想要成为的人 这里呢 也可以参与很多优秀的网上设谈 来去抱团取暖 一起共同进步 第二个问题是 你最想活成谁的样子 你的榜样是谁 汤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真的是很难 但是复制别人的路 也许就会容易很多 如果能够确定谁是你的榜样 你可以看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上那条路的 是怎样走上成功的 这样你再发挥你最大的潜能 去创造出你自己的路 最后一个问题是 如何从现有的环境中投资未来 罗伯特清奇在他最近的一个视频中说 年轻人最常见的问题是 只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时间效率高的是 其实这个何止是只是年轻人的问题呢 许多成年人也是这样的 一旦觉得工作是在打杂 或者是在重复 就想马上放弃或者跳槽 但是真正有财商的人 他其实是从他一开始的工作 或他重复的工作中 能发现他需要提高的挣钱的能力 然后一步一步在看似繁琐的事情中 发现新的商机 如果大家有空 还是可以再重问一下这本书 有关他怎么样免费给父爸爸打工的时候 发现商机的 总之呢 同样的一个环境 真正有财商的人 一定是能从中最大化他的利益 即使是短时间的收入有限 也会尽量投资他的未来 而财商低的人呢 很可能只会抱怨当时所处的 看似对他不利的环境 总结一下 我们讲了四点 第一呢 是清醒自我认知 第二 掌握基本概念和原理 第三 培养实践操作的好习惯 第四 有意识地进行对环境的选择和调整 无论你现在金钱的状况如何 相信用这样的思维方式 都可以有效提高自己的财商 并且培养孩子的财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有什么建议请给我留言 我会上传更多的影片 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意思的书 有意思的思维方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